面子 廣場經常會有好多老人聚到一起 就是聊天 安心了基本上也没有人 可能就是自己在自己家楼下 溜达一下最多了 就我们的生活就比较普通 就每天就是在家吃喝睡药 我反而觉得我最近皮肤变好了 可能因为也不怎么洗脸的缘故吧 就其实我们可能只是 900万个无汉人之中的一个家庭 我们还算是比较吸引的 因为我们全家都健健康康的嘛 健健康康的在一块 也没有生病也没有被传染 那有很多家庭 他们其实也没有吃野味 他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 就其实就对我而言呢 我反而觉得这次春节没有出去 而是跟家里人就好好的待了好几天 其实我觉得还比较好的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是更好的 就是我觉得就很多时候都把祝福新家什么都放在了网上 就所有人都在刷微博 其实很少和父母好好的去看个春晚什么的 虽然说是不好的疫情 但是我觉得因为有这个机会吧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在家里多陪一下爸妈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好的一面吧 每个人其实都可能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小小部分 但是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 我就每天刷微博都能从就是微博上的一些小事感受到就是 是真的 因为因为我朋友让我不要上微博 因为很多负面的消息 比如说武汉人怎么样 武汉人怎么样 像像我这种就比较爱相亲的 比较重的是确实认不了 但是有一个人就是在我那骂武汉人 我朋友很多都去怼他 我不是说怼他是件很好的事情 我只是觉得就是相反大多数人还是有理智在的 而且通过就是这件事情 就很多人就是以援手去帮我们武汉人 我觉得这点还是让我挺感动的 天气特别好 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早点过去 然后可以和朋友 可以和家人一起在太阳底下迎接送的春天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